但是我觉得好像美国这种对中共还是看不得很透 你比如说的Atlantic Council那个The Longer Terrigal 只要废掉其力比就可以了 共产党还是可以 所以这种这样的政策还能推出来 就说明他们对共产党的认识还是非常 刚才我讲了这个美国是一个开放社会 开放社会就是什么什么这个言论都有 有些高明有高论有谬论 也有一些纯粹就是胡说八道 像这个呢 这个这个什么Longer Program Longer Telegram你刚才提到这个 这个基本上就是谬论 但似乎这个Atlantic Council那个报告 好像好像在场上作用 现在看拜登的政策好像就是区别 因为习近平刚才是管党的 对这个我跟你讲 这个这个是这么讲 就是说拜登政策现在还不明显 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政策 就是基本上延续我们这个 这个新疆问题香港问题不是习近平一个人 在之前早就有的 那么在川普这个政府里面 我们对这点非常清楚的 我们从来就没有把习近平当作是一个 他个人把中美关系搞砸了 我们对中美关系的认识是一直追溯到1972年 而且是一个基点就是天安门1979年天安 1989年天安门运动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出来这个 美国对华政策 他一定要着眼于人民 那么中国人民对共产党最直接的这个抗议 对自己的利益最直接的表述 就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 这是最全面的表述 所以我们要想到这一点 这就是为什么蓬佩奥国务卿 他每年在天安门这个大屠杀纪念日的时候 都发表非常这个明确 而且非常这个有标志性的这个讲话和陈述 都说我们对中国人民的这个这个这个是支持的 那么89年就是反共 对共产党的特别方式 他表示不满 对共产党权力镇压了 那么89 实际上89年是世界共产主义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年 那一年就对共产党在全球宣众内垮台 那么这个全球范围内这个宣企反共的这个打响的第一枪 就是天安门广场 对对对 那么所以说天安门广场失败了 但是天安门广场它所产生的历史意义 历史的影响 对对对 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说天安门广场不是一种完全失败 对吧 就跟香港一样 香港世界共产自由 但是也不是一样的失败 它唤醒了这个全世界 对中共认识的全世界 所以说加速了中共跟这个全世界的领导 这个是历史的必然 你刚刚讲到这个 这个 美国对华政策 就是说这个 美国对华政策里面 它有很多很多人觉得这个 个人的这个外交很重要 总统总是跟中国的最大领袖谈话 现在见不着都没采取 拜登总统现在已经是八九个月了 他跟金清明还没有这个见面 他就觉得这个都没用 即使你回到这个 我跟蓬佩奥先生 我们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在就是六月份的时候 在天安门运动 三四二十九年的时候 我们发表过一篇 联名发表给文章 我们就提出来 即使在共产党最开明的人士统治下 他也是屠杀他自己的人民 邓小平是公认了改革开放的先缺了 总设计师了 即使是这样的 这共产党的这个开明人士 他对自己的人民 他也是毫无留情的大屠杀的 而中美关系 最基本的驱动力 不在于美国政策 美国政府 政界 学界 社会 对华政策是如何的强硬或者软弱 这都没有关系的 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的言行 这就是自己界定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最基本的标单 而在这个中美关系几十年以来 最低潮的时候 都不是因为这个美国对华政策采取强硬措施 而恰恰相反 美国美中关系最低潮的时候 往往是这个美国有这个最亲华的人当权的 例如说1989年 1989年是老布什总统当权 他对中国是非常友好的 他是尼克松那个不讲原则的这种交易主义的一个非常忠实的捍卫者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1989年很可能是中美关系最低的一个地方 那么是中国对自己人民打屠杀而造成中美关系的冷战 你比如说还有好几次中美关系非常低谷的时候 都是因为中共自己政府制造的 所以说跟美国这个强硬派温和派有关系 但是我觉得关系不大 尤其是现在这种情况下 很难想象拜登政府 他跟中共搞全面的绥靖政策 因为他如果说这样做的话 那美国人民 美国的国会 美国的这个比较对中共比较亲近认识的这个人心 主要都是共和党 他们一定会加以强烈的反弹 这种反弹呢 可以用中共自己的言行 加以证实 所以说他现在这个 即使想跟中共这个绥靖 他也没有这种机会 拜登政府他做了很多政策 他好像是很有文件性 实际上这种事都是坏的 中共讲讲话你必须要打他过府 你必须要大刀斩乱马 他现在说我们要跟中共要有合作 要有竞争 要有对抗 对 你要有合作 有竞争 有对抗 这不可能的 中共是说你要么你跟我合作 要么你就不跟我合作 我都不知道他干嘛 这个完全是 但是呢 这个慢慢慢慢 给他们一点时间 他们也会清楚 我对这个中美关系的前景呢 我是保罗关态度的 因为我们打好了一个比较好的技术 一个基本的框架 这框架是很难扭转的 有没有被扭转过来的可能性 有 但那个就是后习近平时候了 在那个时候 我们也会强调 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本质不改变 不管你是改革派什么保守的上台 中共这个烂摊子都会是世界上的一个最大的威胁 所以说现在这个对中共这个很多人士 包括很多香港的朋友 以前对中共就是非常有这个幻想 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卷入了中共的派系斗争里面 他们站到了这个改革派一边 然后反对保守派什么 这个对他们都是很有教育的东西 中共内部从本质上来讲 保守派保守派这个跟改革派 它当中都一样的 最终都是共产党的执政 共产党的垄断 共产党的独裁 对 而且是以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为代价的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这个一代人他已经 这个对历史潮流最乐观的这个后果 就是中共内部的 即使说出现了这个改革派 那么这个改革派的领袖 他要认清社会潮流 然后改权规章 放弃共产党 放弃共产主义 然后实行真正的民主自由 在共产党的历史上 真正有一个人做到了 那就是戈尔巴乔夫 那么中共现在在意识形态上 左派 右派 中派 改革派 保守派 都一致地把戈尔巴乔夫看成是一个大败笔 看成是一个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叛徒 所以说我看不出来中共内部有任何改革 真正的改革派 这是很难的 很难的 即使有 也会出现像这个胡亚邦 赵世洋 他们有政治理想 但是没有魄力 没有魄力的根本原因 就是他没有把自己的这个政治理念 和中国人民的利益联合起来 他背后没有这个人民的支持 不像这个当年叶尔卿 他不仅仅是在中共政治局里面唱反调 他关键的问题 他很快的有和俄罗斯人民站在一起 所以说他站在坦克上做指挥 他在坦克上做指挥 全俄罗斯人民都拍手称快 军队听他的 这就是历史的这个潮流 所以说呢 在中国呢 缺少的就是这样一种政治魄力的领导人 中国这个制度呢 他这个 不仅仅是采取愚民政策 他最大的一个坏事就是对稍微有点领袖才能 稍微有领袖才能的政治人物呢 加以摧毁 加以这个 淘汰 他也不是淘汰 有领袖人物的 有领袖气质的 有领袖才能的人 第一个措施就是把他们纳入进去 在共产党的权力掌控之下 了住党之后 纳入他的圈子以后 他给你一关半时 让你就听他的话 这样就把你的这个政治前景给销毁了 当然你要说 稍微有点反骨 那么你就毫不留钱的就消失了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这个 中共内部的 这个 一些内在的逻辑 这个逻辑呢 他还有他自己的一套 马克思理论 他说这个叫土姑纳心 这习近平的时候呢 在邓小平的时候呢 毛泽东呢 对这些党内斗争呢 他有很多个人因素在里面 他就是独裁嘛 他就想 他对这些理论 毛泽东不懂理论的 他的所谓的一些著作都是别人写的 毛泽东就别人写的 邓小平呢 江泽民呢 这些人呢 他是共产党主义理论的信徒 他们对共产党的理论呢 他们是作误出来了 他把党内斗争了 他把他理论化了 把他合法化了 他说这个叫土姑纳心 这是辩证唯物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就是不断的这个斗嘛 所以说呢 像习近平他跟他说 我跟这个 什么薄熙来啊 徐才厚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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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那个政法委出去叫什么 周永康 周永康 这些斗啊 这个是完全是为了保证我们党的利益 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做出来的 啊 这个东西呢 是不可做的 不可不可避免的 他把他理论化合法化了 啊 所以说呢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中国呢 这个最需要的是什么 就是体制外的 有领袖才能的人 能够充分的 表述中国人民的利益 这个呢 实际上是大肆所趋的 嗯 嗯 历史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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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步 就是靠这些人来的 孙中山就是一个 哈哈 嗯 嗯 嗯 好 好了 好 谢谢 谢谢